好 我們來跟進益瑪公司案的審訊進展 前首相拿多斯里納吉的前任首席秘書蘇克里 今天在吉隆坡高庭共證時說 納吉掌權的時候曾經指示他 轉告總稽查署 不要把益瑪公司的敏感內容寫進報告當中 蘇克里以案件第11名證人的身份告訴高庭 納吉曾經在2016年2月指示他 轉告稽查司 不要把益瑪公司敏感的內容 包括劉特佐寫進報告當中 因為一旦被反對黨發現那就麻煩了 蘇克里繼續表明 納吉也指示他向總稽查署 索取一份益瑪公司稽查報告 好讓他先過目 因為納吉擔心報告內可能出現一些不尋常的內容 而收到稽查報告之後 他建議納吉讓益瑪公司前首席執行員阿魯干達 閱讀這份報告 而幾天之後他和阿魯干達見面的時候 對方告訴他報告內有一些內容需要修改 詐欺負我們有的時候 就算是最好的 確實說 沒錯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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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